猛夹鸡排也跟爆料 共事员工曝猛猛退出绿星呛 过河拆桥 艺人猛猛陈轩遇 遇前被爆出性骚性轻后 虽宣布停止演艺工作 但未正式道歉 此举让受害者之一的小红老师相当愤怒 于30日赴北检正式地状 对猛猛提告 习与合作伙伴猛夹鸡排也爆料 猛猛根本不是老板 更曝其离开真正原因 曾出面指控猛猛 对多名女性伸出闲猪手的网红冯雨婷 30日再度在IG发文表示 很多记者朋友私讯我 询问我关于猛猛猛夹鸡排的事情 那我就直接开个副本送她好了 过去都以为猛夹鸡排是猛猛投资的副业 后因个人理念与公司经营想法不同退出 不过 共事过的员工却爆料 那些CEO 什么总监都是假的 是他要求公司对外要这么称呼他的 他的真实身份只是品牌代言人 还有跟走公司要的干股 没出到半毛钱 员工更爆料 猛猛之所以会退出猛夹鸡排的真正原因 就是疫情期间加上激温 在公司最艰难时刻 猛猛不仅要了上百万亿人所得 还要立刻拿到 对外自称CEO 对内要钱变艺人 没给就说法院见 因为疫情影响没有水了 然而 猛猛在离开猛夹鸡排后 竟无缝接轨 让左营店停止续约改名并继续营业 甚至沿用以前的供应商 让该名员工不禁呛言 过河拆桥 忘恩负义 根本是恶魔 感谢您收看猛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刹手 如果你都 отс个人 知道我的想法 订阅 转发 打赏刹手 对内要表示 以后 转发点赞 转发 转发 打赏刹手 第191 请不吝点赞